爸爸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我 难道离开我就是所谓的锻炼我吗 你现在已经长大 应该学会独立面对问题了 而你现在太依赖父母了 我会安排人和你见面的 到时候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 你照顾好自己 赛罗哥哥 一看小赛罗在门口站了好久也没离开 我突然有点舍不得按你说的方法锻炼他了 我好想让小伙伴们给他点小红心安慰安慰他 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你这样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 等会你就知道我的安排是正确的了 嫌我烦就直接说呀 说什么要锻炼我 走就走吧 我也不要你们再回来了 小伙伴也别给我鲜花安慰我了 都走吧 小赛罗此时还不明白赛罗的良苦用心 因为赛罗太优秀了 他总是活在父亲的影子里 这样很难独立成长起来 成长的过程总是痛苦的 大家还是给他三朵鲜花安慰安慰他吧 小赛罗你好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你是谁啊 为什么来我家 这里不欢迎你请你离开 我今天是来带你走的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我的身份 我先给你看点东西 当年贝利亚拿走了光之国的核心等离子火花 光之国瞬间变成了冰河时代 奥特战士都被冰冻起来 而赛罗也像现在的你一样 任性又不想通过苦练获得能量 当他像贝利亚一样接近等离子火花时 即使被你的爷爷拦了下来 他也因此被送到我这里训练 你要知道成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更不能依赖于别人 只有通过刻苦训练获得的能力 才真正属于自己 后来他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赶走了贝利亚 成就了现在的地位 谁是奥特吗 我是CV的儿子 我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他怕我在他的影子下成长 以后就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奥特能量了 原来您就是父亲常给我提起的雷欧前辈 我现在愿意跟您一起去训练 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真正的奥特战士 我现在愿意跟您一起去训练